商场遇到盗窃或者抢劫该怎么办 这里面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就是说 你只是怀疑这个顾客有盗窃商店里面的东西 比如什么你开个小便利店 你怀疑这个顾客偷了一包口香糖 然后偷了一副眼镜 偷了一把牙刷 这是一种情况 你只是怀疑 你不确定 第二种情况就是你亲眼看到 他趁你不注意 把你前面抽屉拿开 把里面的钱一把零钱 可能有100块 可能有200块 装在口袋里准备逃跑 第二种情况就是证据确凿 然后你亲眼看到 这两种情况处理的方式不一样 第一种情况就是说 你不确定 他有没有偷你东西 可能偷 可能不偷 看那个口袋里面 鼓鼓当当的 进来的时候口袋是憋憋的 走的时候鼓鼓当当的 你怀疑他偷 但是不确定 对吧 这种情况 我觉得你 可以叫他 说你口袋里什么东西 你可以问他 可以质问他 质问他的时候 他不外乎两种回答 第一种回答 就是说 这个东西呢 态度很诚恳 是我自己带的什么东西 他拿给你看 那么也消除你心里面的疑虑 第二种情况呢 可能他杀腿就跑 对吧 因为为什么呢 是不是你电里东西 一般情况都看得出来的 那么他杀腿就跑的话呢 你就确认说 的确他是偷你电里的东西 就通过质问的方式呢 你就可以 把从怀疑 变成确认 要么偷 要么没偷 对吧 这种时候呢 那第一种情况 就变成第二种情况 我们就讲 第二种情况 你确认他偷你东西 他或者抢你东西 怎么办 遇到这种情况呢 你法律上来说 你有这个法律上的权利呢 做强制措施 把它抓住 然后把它抓住 一按在地上 不让他动 同时呢 第一时间打电话报警 然后警察过来 法律上有这样的权利 但是从实际操作的立场 来说的话呢 我不建议这么做 因为为什么 因为呢 他呢 那个偷东西 被你抓到了 那病人发生打斗 发生打斗 要么他把你打伤 要么你把他打伤 要么你们两败俱伤 那不管那种情况 可能呢 会出现人身 伤亡 他伤你伤 最后都是麻烦的事情 所以呢 为了 这个商场 譬如说偷人两把口香糖 然后呢 偷你一把牙刷 你说值不值得 我个人认为不值得 所以呢 这个 最好 即使确定他偷你东西 第一 打电话 打电话报警 然后第二 不要打动 也不要追赶 随着去 这是第二点 然后第三呢 要注意确定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 如果 这种情况呢 非常的更极端 他呢 打个比方说 哎 那个不是抢 不是偷 而是呢 直接抢劫 竟然 说 你把电话钱给我 不能我枪打死你 我也要捅死你 遇到这种情况下呢 那个 我的建议 很简单 照办 因为为什么 钱才是生物之物 那么呢 把钱给他 你一天的营业额 开个小店 你没多少钱 钱给他 至少 人是安全的 很多时候呢 很多人说 我就不给 发生打斗 受死受伤 完全不值得 所以呢 这个 建议 其实呢 也很简单 就是要命 不要钱 之前呢 在Vegas 那个发生一起事情 那么一个 黑人 打个韩国人的便利店 去抢劫 大概呢 便利店没多少钱 可能一两码块 但这个韩国人呢 就是身性 非常飙患 然后呢 把这个 黑人 救替政法 一切码地打死 当然呢 打死之前 发生打斗 这个韩国人 也没有被刑事监控 所以很多人觉得 这个韩国人 是社区英雄 捍卫 这个自己的利益 不惜 把这个黑人打死 但结果后来 一个月以后啊 这个韩国人 在自己的店里 被人用墙打死了 所以最后的结果 黑人死了 他也死了 为什么 为了一百块 不值得 所以呢 这遇到这种情况呢 那个总体的建议有两条 第一呢 就是说 生命可贵 钱产是生物之物 要命不要钱 他要就可以他 是第一 第二呢 那个第一时间报警 让警察知道 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第一时间可以来保护 我说 我是怎么办 遇到 员 èn 感谢观看